Flat Check Flat Check了,安心了 還送手槍一把 幫你們身拯救世界 又要戰鬥了 布太郎之隊 那些被慾望吞噬的人 要徹底消失 我被他們擊敗 負傷鬼可以重新變回人類 一定可以令大家得到幸福 回局遠足 Bandai成圈,布太郎之隊 Don Brothers 星期日上午9時半,ViuTV 聯想電訊營科企業方案 乘軒,幸臨在善 是由… 聯想電訊營科企業方案 贊助播出 氣空俗稱爆肺 患者會突然覺得胸痛 或呼吸困難 嚴重的可能會導致休黑 究竟甚麼人有較高風險 幻想氣空 又可以怎樣減低復發機會 消化性潰洋是常見的都市人疾病 通常是指胃或十二指腸的 Limox受到損傷 究竟為何會有潰洋 又有甚麼治療方法 動聽的旋律 耳熟臨場的音樂 吹奏一首好聽的歌曲 可以說是大有學問 一開始以為口琴是一件普通的很簡單的樂器 但一會轉眼下去 發現口琴原來有很多技巧 譬如一些和音的技巧 原來需要用到很多的腹式呼吸 腹式呼吸即是橫膠膜 或是常常說單田 怎樣運用喉嚨的肌肉 腻都很需要運用到 由高音到低音 他說吹口琴除了要身體不同器官配合之外 還需要強大的肺活量 這首歌除了很有意思之外 在口琴的技巧來說是相當困難的 因為你需要肺活量要很多才行 譬如你要吸氣吸很久 或者呼氣呼很久 32歲的Gordon是一個口琴演奏家 但在10年前 他左邊肺突然出現氣空 亦即是俗稱的暴肺 當時他以為自己的演奏事業從此結束 當時是很擔心的 特別是當時我經常會參賽的階段 我其實預備了那一年會去比賽 但是無奈也要取消了 都很擔心我的口琴事業 會不會就是這樣就結束了 因為我也是靠肺肺賺食 在想要不是要做其他事呢 在醫院的床上的時候 雖然時隔10年 但他想起仍是覺得很害怕 當時其實我甚麼都沒有在街上 突然間胸口很痛 我很害怕是心臟病 我就拿著左邊 我都分不清 但整個範圍都拿著痛得很厲害 那肚子是持續的 不停的 也要污下身 站不直的人 當時我是有想過一下 會不會是我出口琴 吹得不好 那個方法不好 那醫生的意見就說是無關的 在醫學上稱為氣胸 正常情況之下 人的肺部是膨脹至完全填滿胸腔 並緊貼胸腔壁 但如果有空氣走入肺和胸腔壁之間 便會令到肺部受壓 這個情況就是氣胸 這個病可以分為原發性和計發性兩種 原發性氣胸是指 在沒有任何病患或者創傷下出現 而計發性氣胸就是指 患者本身已經有其他疾病 例如肺氣腫、肺癢等等 或者外來創傷 導致空氣走入肺和胸腔壁之間 一個本身肺功能很好的病人 如果氣胸是一個中等的份量 他可能因為身體機能好 他不覺得有氣喘、不舒服 反而一個年紀大 吃煙食了很久 肺部功能保身差的病人 一個份量上少一點的氣胸 都會導致他出現呼吸急速、辛苦的情況 咳嗽也是一個很常見的病徵 也有些病人會覺得嘗試吸氣 但是吸不到進去的感覺 治療氣胸醫生會視乎症狀的嚴重程度 選擇用保守的觀察治療或引流治療 保守的治療其實就是希望肺部漏氣的地方 我們說是原發性氣胸的情況 肺部破損了的地方自己好起來 不再持續漏氣 但當牙的氣胸量是多 有症狀 甚至乎血壓心跳不穩定 我們就要考慮做一些引流的方法 所謂的引流 我們就在胸口 骨間的胸隙 就放一些引流喉管 進去胸腔裡面 那些引流喉管 會有不同的大小 也有些人會選擇只用一支幼針 就這樣 盡量把裡面的空氣都抽出來 那這個部分其實就是想 盡快將已經漏出空腔裡面的空氣 引流出來 然後其實都是等肺自己埋口 不過無論是觀察抑或引流 劉詠雄說都只是治標方法 要做到治本 就要做俗稱癡肺的手術 我們要看肺部 究竟哪個位置 懷疑是流氣的源頭 有沒有肺氣泡 是我們見得到的 就要將這些不健康 導致流氣的肺部 用一些微創移器把它撤除 這個就是我們為之治療 那個流氣的源頭的部分 之後就要做肺部黏連的部分 當中分為兩大類 包括物理性和化學性的處理 物理性的原理 就用一些儀器 輕微將肋骨底下的胸膜 揪到它少少酸酸地出血 希望就靠這個創傷 去引起一些發炎的反應 就和肺部本身的表面 去生一些癡 另一個方法就是用一些藥粉 滑石粉 經過微創傷口 審滿在整個胸腔不同的地方 我們為之叫化學性的癡肺 就用這些藥物刺激的胸膜 導致它有黏連的發生 不過黏連的部分 其實不是馬上生出來的那些癢 有時都要一些時間 才正正式式地形成到 一個黏連的效果 十年前爆肺的Gordon 亦曾經做過癡肺手術 手術之後要做簡單的物理治療 雖然對他身體狀況沒有太大影響 但當年就令他要暫停比賽和演出 醫生都不建議我去搭飛機 因為搭飛機的時候 氣壓可能會影響發炎 避免了幾年 很可惜的 我的夢想去參加這些比賽 但準備了很久都是霸廢了 這天Gordon來到理工大學 和理大管彥樂團為演出進行彩排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我用了四年的时间去准备另外一个比赛 首先我用了一年时间去完全康复我的肺 之后再去找老师去学习 如何可以呼吸得再舒服一点 Gordon在这十年期间 重新学习了一套新的呼吸方法 目的是令自己更加可以好好地 运用腹部力量吹奏口琴 我练习的时间可以长了很多 我以前可能练习一、两个小时已经觉得累了 练习了 但是现在我可能吹七至八个小时 如果你不学习这种方法 你可能会很累 第一,我觉得精神了很多 我觉得生活上不是只是玩音乐 生活上都好像精神了 这个箭嘴向上就是呼气 对 向下吸气 呼气的时候肚子是凹进去的 吸气现在就脹出来 准备开始 起源吸气 音乐可以动人心肺 Gordon很明白心肺功能对身体的重要性 他透过自身经历 协助长者减少新冠肺炎的后遗症 大家练习之余 还可以享受音乐的情趣 其实我都是确诊者 确诊了之后 发觉都是跟我当时爆肺的感觉一样 对于我而言 呼吸没什么影响 我都是觉得我出口琴应该对我的肺 其实一早已经有一个很好的运动 所以我的后遗症不太多 我见到很多朋友 就算是很年轻也好 常常说没气 我就很想在疫情的时候 可以帮到其他有需要的人 中那段日当然很辛苦 完了之后 是感觉到那个呼吸上是没那么暢顺 我忍着记得好像最后接近一分钟 可以做到一个吸气 当初一定是没那么长 这就是那个期间的锻炼 自己的练习 是得到的进展 在参加过程之中 意想不到的 因为本身打算是学一下吹哭琴 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在过程之中 我们学会了如何呼吸 变成了来说 我一条气就真的好了很多 还有就是情绪 因为平时做事都很大压力 上头期间 我自己的情绪是得到释放的 所以我觉得是挺治愈情绪方面的东西 由心患肺病到帮助患病的人 哥敦说会更珍惜眼前拥有的一切 人生无想 我觉得是有些幸福不是必然 健康未必是必然 虽然我没有做什么 我不吃烟 但是可能有时也更加珍惜我的职业 可以有机会吹到口琴 其实也不一定必然 是不是 我先去 China 粘想电讯营科企业方案 阿亚 展兰幸林在线 是有 聯想電訊營科企業方案 參助播出 你看,大家要學一下這個消息 我現在是清吸名廚 那種酸辣甜 你不會在其他菜式那裡試 很香 還有些呢 好像年糕,很好吃 這個很棒,大膽大膽 所以你們可以參考吃好 自己做一個了 準時開飯,今晚8時,ViuTV 吃靚飯,我一律建議吃金醬 因為金醬米,香港精挑細選 飯香有口感 幾十年來,都是香港人喜歡吃的米 買美美,吃美美,金醬米 Lenor,衣物清香豬 象深調配,多層次香調 洗衣時一賭,時刻散發,細膩意香 日本第一名Lenor 全身爆汁珍寶餃及冰餃系列 現已登場 大麻系毒品 2023年2月1日起 大麻二分即是CBD 亦以按照法例,卑劣為毒品 未經許可 在香港擁有或買賣CBD產品 積屬違法 大家千萬不要從外地 帶任何CBD產品回香港 返運或售賣CBD產品 最高刑罰是罰款500萬元 和終身監禁 想金獨處CBD網頁了解更多 CBD不合我 一起聊天不替夜 其實你自己的燒烤最喜歡吃甚麼 其實我沒有大字 我只有貢丸就可以了 真的嗎?竟然… 我選一樣東西,是豆泡 然後製作芝士和香蕉 燒完之後,再加七味粉 好吃得不得了 燒夜吃的時候 其實我最期待的就是吃過貢丸 芝士腸、貢丸及牛丸 晚吹,控肚說宵夜 星期三晚11時半 ViuTV 熱到爆的新人 景都爆的歌手 我們要站好來聽 撐到爆的樂隊組合 跳舞時的勁度 真的對於提升歌曲 要記一功嗎 首首歌也要爆了 感謝大家二、三年繼續聽MIRROR 集合全城歌星 新城不同可能性 我會繼續唱多一首好歌 給大家聽,好嗎 新城勁炮回唱來2023 星期一晚8時半 ViuTV 消化性潰洋是常見的都市人疾病 通常是指胃及十二指腸的黏膜受到損傷 痛起來不單止會不舒服 更可能會有出血及腸胃穿膏的病發症 今集請來港大內科學系 名譽臨床醫學教授黃鎮宇 跟我們講解一下 消化性潰洋的成因及治療方法 黃教授你好 你好 消化性潰洋其實是指身體哪個部位出現問題 消化性潰洋主要是包兩種器官 一個是胃 一個是十二指腸 胃的出口是連著十二指腸 或者我們看看第一個圖 看看胃潰洋 這個就是照內規鏡的時候 我們看到胃的裏面 我們看到右下角有個白色一疊 其實好像在口腔上生菲脂 這個白色一疊 就粒粒的下去的就是胃潰洋 它在胃的地方 整個地方都是白色的 所以暫時就見不到什麼特別嚴重的病發症 這個就是胃的位置 或者我們看看另一張圖 這裡就是在內規鏡的時候 進入了十二指腸 在十二指腸也看到左下角 有一個很深的粒 有些是白色 有些是黑色 這個亦是代表它那個地方有個潰洋 這個我們就叫做十二指腸潰洋 主要就是在哪個位置 如果它在胃發生的 我們就叫做潰洋 十二指腸發生的 就叫做十二指腸潰洋 那消化性潰洋的成因又是怎樣的 消化性潰洋其實都是一個很常見的疾病 主要的成因有兩種 一個就是有幽門螺旋菌感染 第二個就是吃了一些傷胃的藥 這些傷胃的藥 包括阿舌不靈 一些其他抗血小板藥 或者一些是強力的消炎之痛藥 這些都有機會引起胃和十二指腸潰洋 除了這兩個主因之外 另外有一些高危因素 譬如有些人特別嚴重的疾病比較多 一些腎、肝的病 或者是他在心肢治療部住 壓力很大 他們都會引起這個潰洋 但是多數我們看到的病人都是幽門菌和藥物引起的 有沒有說其實為什麼是怎樣導致他們出現的 引起的幽門菌感染其實是很多的 香港我們要注意 香港兩個人有一個人有陰門菌感染 很多人感染了是不知道有細菌 當潛伏在胃比較久的時候 有少部分的人就有機會引起胃潰洋 或者十二指腸潰洋 如果我們吃了一些是阿舌不靈 或者一些抗炎的消炎藥 它亦都很容易引起胃和十二指腸潰洋 因爲它破壞了身體一些修補的機能 所以就會導致有些潰洋產生 盈光幕也看到了一張圖片 教授可否講解一下 其實這張圖片算不算嚴重 這張我們見到比剛才那兩張比較複雜 它有一個白色大的潰洋很深陷 它的右上方亦都見到一些紅色的血管 這就是因爲那個潰洋是比較深 所以就是侵蝕到血管的附近 這是有機會引起一些的併發症 就是嚴重的出血 這就比剛才那些傷痕是比較嚴重 胰潰洋和十二指腸潰洋 其實兩種情況的症狀有沒有分別呢 其實潰洋它一般來說 我們就會是上腹部會痛 胰潰洋和十二指腸潰洋的痛 的地方都是一樣的 所以在平時來說 我們醫生問証 就很難分辨到胰還是十二指腸有潰洋的 有時我們覺得 吃東西的時候痛 就是胰潰洋的機會高一點 胸肚的時候痛 就十二指腸的機會高一點 但是這個都不是絕對的 一定要通過檢查 才知道究竟那個潰洋在胰還是十二指腸 營光幕上面其實都見到一張圖片 教授可否跟我們講解一下胰和十二指腸的位置 以及是哪一個部位可能出現問題 我們吃東西的時候 食物就會經過食道 就會落到胰那裡 我們見到胰是一個很大的波形的物體 食物在胰那裡 經過消化之後 就會出去一個胰的出口 出口就會連接到十二指腸 十二指腸是一個比較幼的管 在連接胰的出口那裡 所以如果我們是通過檢查的時候 看到潰洋在胰的位置 這個就叫做胰潰洋 如果它在十二指腸的位置 就會叫做十二指腸潰洋 這樣 如果胰潰洋和十二指腸持續惡化 其實會不會有其他併發症的出現 是的 如果胰潰洋和十二指腸的潰洋 沒有理到的 或者病人很久都忍著的 不去檢查的 我們就有機會發現到四種併發症 第一種就是它有機會是出血 如果那個潰洋是越來越深的 沒有去醫治的 它有機會是深到它 落到一些皮下層的血管 當它令到血管破裂的時候 它就會有機會出血 第二個 如果它是深得很厲害的 破壞了所有的表皮層的話 它有機會叫做穿孔 穿孔就整個胃 或者十二指腸是穿了孔的 由外面一路進入腹膜 這些就會引起腹膜炎 因為吃了胃裏面的東西 就會漏在腹膜那裡 這些就是急性腹膜炎的 第三就是如果有胃潰洋的話 我們就會有胃的出口的阻塞 好像看到這張圖片 圖片的左邊就會有個潰洋 它的右邊其實是胃的出口 出口就會伸到十二指腸 胃出口就因為繪揚壓住 或者是太大了 就會令出口阻塞 出口阻塞就會變成 我們吞進胃的東西 就不可以出到十二指腸 所以很多食物儲存在胃裏 通常病人會吐 吐回吃過的東西出來 痛、不舒服 亦都需要做一些特別的處理 最後胃潰洋其實有機會引起胃癌 胃潰洋是胃癌的其中一個成因之一 有些長期胃潰洋都不好 它有機會演變胃癌 有時有些早期胃癌 都可以是胃潰洋的樣子 通常什麼人是胃癌人士 胃癌人士方面 就是他有幽門菌感染 如果是有幽門菌感染的人 他除了增加消化性溢揚機會之外 亦都會增加胃癌的機會 有幽門菌的人 帶菌者 比沒有帶菌的人 胃癌的機會是六倍的 要診斷是否有消化性溢揚 一般會需要做什麼檢查 一般來說現在的診斷 就是做胃的內規鏡 這個內規鏡的好處就是 第一它見到 簡直是見到胃癌的發炎 第二我們可以通過內規鏡 是抽組織的 抽組織 第一就是一個胃癌附近 我們要抽組織 看看它究竟是否有沒有癌症的細胞 第二我們也可以在胃裡抽組織 去跟它發現有沒有幽門菌 因為我們知道幽門菌是繪揚的一個重要的成因 有些人是不適合照內規鏡 我們可能會建議用一個比較傳統的 做X光的背餐 我們叫做背餐 我們可以通過這個 就是間接知道裡面有沒有繪揚的產生 那現在又有什麼治療方法呢 如果我們看到有消化性繪揚 我們首先要問一問 究竟是什麼原因 如果它是幽門菌引起的話 我們便會建議病人接受這個幽門菌治療 現在來說的幽門菌的標準治療方法 就是用三種藥 第一種就是質子泵抑制劑 是一些強力的抗胃酸藥 接著兩種就是抗生素 因為幽門菌是細菌 所以它需要用抗生素 治療兩個星期 其實成效都是百分之九十多 不能達到百分之一百 所以治療了幽門菌之後 其實在兩個月後 就會需要做一個趨氣的測試 看看幽門菌好起來了 如果還未好起來 有機會再接受治療 如果第二類的 是因為一些吃了藥的 例如舌不靈 或者一些強力止痛藥 引起的沽揚 我們需要給一些強力的製酸劑 治療大概四至八個星期 一般來說 都會是沽揚都會好起來了 現在的一般的標準做法 就是用這個質子泵抑制劑 是最強力的製酸劑 抑制遺酸的 治療四至八個星期 一般來說都會好起來了 多謝黃教授的詳重講解 今集節目時間夠 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有橡皮 Signal 傻子